Hello, 大家好 我們回來了, 不好意思, 上星期請了一架 呂王今晚暫時缺席 因為呂王的要事不在香港 今晚兩枝功先 但今晚的話題肯定會悶到大家 千呼萬怒節氣出來 記不記得我們7月5日 決戰中環講過一個話題 阿奶媽吹和風, 有沒有伏筆 伏一伏, 一向都是 伏筆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快, 還要慢 首先拋過50億教育的資助出來 大家吹和風 一個月都未到 好, 接著來了 就是要用高鐵的司法管轄權 厲害 就是說到時你 上了列車的時候 九龍那裡 九龍的市中心 有中國的司法管轄權 上了列車之後 包括安檢, 列車那裡 屬於中國的司法管轄權 不關香港的司法管轄權 不過呢 香港的路軌 就是香港的管轄權 很過癮 越台都是中國司法管轄權的 是關口 列車裡面 是他們的 但是路軌都是香港的 這樣也可以 不是誰會賺錢 不是誰會賺錢 鐵路在香港建的 今天更過癮 香港付錢後 原來是租客給錢 就是中國是業主 香港是租客 然後呢 很過癮 業主認為不夠地方 想在租客那裡租回房間 他有權這樣做 不是說香港不夠地嗎 等等 租客不是簽了租約嗎 租約是隨便撕的 香港的租約就是業主 不能夠 干預租客 或者騷擾租客 騷擾也不行 騷擾也不行 甚至如果你強行 爆入租客的家 租客是可以報警 業主是犯刑事罪的 所以強國元的比喻不是錯了 完全錯了 也未必完全錯了 他可能是覺得 要顛覆香港的租務文化 或者租務條例 不要說租務文化 租務條例也好 其實根據習慣法 習慣法 什麼加科呢 就是土地權益 顛覆了 走不掉 不要說顛覆這麼簡單 就是老作 顛覆是假的 老作是真的 就是說他講的完全不符合事實 不要以為你作為租客 你可以隨便讓業主入屋爆你 而且業主說有 沒錯 業主有權提出租房間 不過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第一件事 你是不是想另外跟師傅說租約 你違約 租客有沒有權反對 才有的 租約是兩邊平等的 你現在不是平等的 你說你是業主 但你隨便可以拿回房間 你今天拿回房間 明天拿廁所也可以 你拿回水喉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用租約來比喻的話 你起碼先跟香港的租務條例 好不好 我都不跟你說習慣法 那麼複雜的東西 你先看租務條例 如果租務條例 亂說你不行 那你就重新說過 你不要要五十年不變 那你以後的一國兩制可以不要 基本上是違約的 基本上是違約 就這麼簡單 現在我們講 強國元很過癮 強國元很過癮 小馬大幫們 小馬大幫們 告訴我其實已經有人違反了一國兩制 我們不要說一國兩制這麼大 香港有這麼多業主 這麼多租客 我問一下業主 我問一下業主和租客你們的權益 一般是一年生約 一年死,一年生約 兩年租約 租完之後 業主就突然走到租客家 說我現在不夠地方 我要租回你一間房間 你是不能允許的 你還要幫我裝修過了 那條漂亮的走廊出來給我 即是我地蹲 要服裝一間房間 然後租回你 大門到我租回來的那間房間 那條走廊位 除了你要付錢 給很高的價錢 去裝修 豪裝之外 那個管轄權是我的 你租客是沒有權使用那條走廊 那你怎樣出入呢 是你的事 那你租客也都沒有權 是沒有權說不 這樣 那這樣的情況 有沒有記得什麼情況出現過 哪個情況 殖民地 都說了 這麼簡單 但是以我們香港的港英殖民地 好像沒有發生過這些事 那殖民地也不如 殖民地的那個條例 大家都覺得 是OK 大家都覺得很舒服 怎麼會突然之間 連中下列主地為了顛覆了 那一個就是大清帝國底下的繁屬 那些叫殖民地 即是皇帝予取予攜 要殺就得隨便他 有些問題有一點點不同 中國傳統的繁屬 即是你來天朝上國朝貢 他是很尊重他的 你給些少許東西來朝貢 天朝就給你很多東西 以是我們地大蜜薄 懷柔軟人 以是地大蜜薄 這個軟人才會這麼懷柔 軟膠近功 黏住他 覺得他不安樂的那些 就是騙你的 寧與外人就不予家勞 即是說 你這班香港的租客 你是家勞 就是啦 你對著好死軟的那些 反正沒所謂 優惠客也OK 對著近的那些 像香港那些 天天令他頂心頂肺 寢食眼安 就騙你 所以又有一個傳統中國 傳統日普天之下 莫非黃土 這個觀念真是拿到盡 即是說 我現在是大業主 全中國的大業主 香港都是在我腳底下的小租客 而且所謂租約 只是一個一指虛民 要怎麼說是怎麼說 我當你租客已經是弱勢了 香港的業主 你們少則給幾百萬買層樓 還要供一輩子 供幾代人 大則可能有幾個單位 或者幾十個單位等等 你們到底是不是業主 原來現在不是 你那塊地買回來的所謂業權 你只不過是香港 整個香港都是租客 那你這班業主 都只不過是租客 裡面的小小租客 所以就是 強國元基本上 這些東西錯到離譜 所以要做樓契 千萬不要光顧原律師 OK 他不懂得搞樓契 看看他到時做哪間律師樓 肯定不會幫地產商打工 但是這件事衍生未來 如果再引伸下去無限延伸的話 你知道現在很多東西無限延伸 有沒有機會被強行 沒收香港業主的資產 這件事在強國裡面 不斷每天都發生 擺明了 有本事叫我豪莊的房間 強租回去 還要加上走廊 裝修錢你是不是要給我 你現在不給 即是怎樣 還要向你銀行拿出來 裝修完的錢你不給我 房間就強佔了 跟香港各位 所謂資產階級 需要擁有土地權益 完全不用支援 隨時可以強 即是等於強徵 現在大陸就是這樣 一模一樣 強徵之後 你有什麼反抗呢 就用推倒機 車到裡面獄賬 經常見的 有駝片 恭喜大家 一國一世早日來臨 跑步進入一國一世人 還有 現在那些 天天說要上車 那班 你們想一想 你們真的想著上車的話 你先想過 你很容易 駕駛也沒得正 如果我只是一個租客 你就沒收 我還是不租 反正大樓不是我的 如果你是業主 我不理會 大業主一件事 一般香港都是小業主 隨時真的說強徵 強拆 怎麼會不行 你怎麼知道 哪個權計說 你那塊地靚 就是強徵這個屋苑 所有業主要麻煩你收爹 不行嗎 可以的 根據這個法理邏輯 全然可以這樣做 即是說 某地產發展商 快地開發了 分層單位是密切好了 賣了一層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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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完之後 原來他說 不行 我是業主 我要隨時拿回 就是這樣 這就是法理邏輯 你還說什麼私有產權 沒有啦 除了地產商之外 政府都可以 現在已經有土地收回條例 如果他將這個土地收回條例 以一個人大釋法的那種邏輯 無限上 你已經不用什麼土地收回條例 還要什麼收回 我強徵就已經可以了 就像皇軍一樣 我要了你的屋子 憲兵總部 為什麼不行 到時候 如果你說法律上 我已經 根據法律 我已經有業權 他釋法就可以了 他現在不用釋法 他現在連釋法也省了 他只不過作出租約出來 作出來的租約 好似不用租約 現在是有租約的 是我說的 我說就是約 他的文字 不是補回條例 我說過就有租約 所以其實人大釋法都省了 充公你的產權 很有趣 這個可能真的充公香港私人業主產權的第一步 什麼叫共產主義 大家領教到沒有 聞到沒有 聞到沒有 因為 記住 基本法 如果還有的話 是 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 五十年不變 喂 資本主義制度 不要說資本主義制度 五十年之後 用什麼制度取代 之後我都不理 現暗部就是現在 你搞清楚 你才有產權 一國兩制就沒有了 不好意思 我想起 我們叫做解放 解放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是啊 五十年代的時候 是高鐵速度進入共產主義 用高鐵速度 以前是跑步 因為太窮 所以變成真的 各位講主 如果還是拘禮於什麼政治爭拗 這個不是政治爭拗事件 老實 是說明是充公你的私有產權 是用一子所謂的租約 強徵你的私人財產 你扔多少千億去建立鐵路 你扔多少千億去裝修 你家裡是沒有用的 因為 強國元所說 基本法沒有規定 什麼叫做香港地界 可以縮到東龍島也可以 縮到長洲也可以 我只剩下長洲 你叫做香港 用租約 其實這個已經不是租約 租約定義 租哪一個單位 例如某某大廈 第幾座 多少樓 哪一個室 這個範圍是很清楚 現在原來說 沒有寫明香港的範圍是什麼 即是說 你香港如果只是一個大租客 是中國腳底下的租客 這個租客租的那塊地是什麼 沒有寫明的範圍 其實今天香港是不存在的 大家想像出來的 即是說 任何一塊地 都可以隨時收回 所以這已經不是政治問題 說清楚 是基本的法律問題 很基本的產權問題 大家也可以收回 何況地上的建築物和樓 所以現在高鐵這件事 已經不是說什麼 還在說什麼可以刺激經濟 我心想 這麼多大哥大姐 就算你們從這所謂的高鐵 拿到少許的刑頭小利 拿去買樓 或者在香港 為未來子孫子 少許的產業等等 到底這些是會放你們的袋 還是放一些權貴的袋 你們自己想想 是刺激誰的經濟 還是你拿自己的經濟利益 刺激他的樓包經濟呢 想一想 我記得 很可憐 大概八九年前 那個反高鐵的時候 有一群叫做 建制利益的人 刺激經濟 大家有錢分 甚至找一群 炎舞女郎 去跳炎舞 這樣就可以吸引遊客 等等 我們今天看 現在看到 吸引到多少遊客 你們又得到什麼 你們在香港的私有產業 根本 玩完了 現在我是 有時都覺得 全香港人 整個一件事 理事力長 連風也不能打架也不能放 為什麼人家要撤資 為什麼人家要慢慢把資產 李先生 聰明 聰哥真是聰明 看到 原來多多錢都沒有用 說充公你就充公 說充公就充公 今天 你 這塊地是你的 你即時由地主 不是業主 地主 變成一個小租客 還要是一個沒有權益的租客 合理居住權益 使用權益的租客 都沒有 當然土改也是這樣 是啊 穿穿見 是啊 土改一樣 現在真的土改 我們 我們之前都說過 中國歷史等等 我經常都說 要了解你面對一個是什麼對手 或者說什麼東西的東西 土改 土地矛盾永遠是 傳統中國歷史上 引起社會動亂的最大根源 而五十年代第一個動的 亦都是土改 第一場政治運動 穿穿見血 強行剝奪土地的業權 財產 實體化 還要把地主拿去鬥誇鬥臭 然後 美其名曰 向貧霞中農分田分地 農民笑呵呵大翻身 結果幾年之後 所有分到農民的地 全部收歸國有 他分得給你 他就拿回頭 是傻的 邏輯是一樣的 去到最後是什麼 人民公社 集體勞動 集體無產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現在香港是走這條路 而且是高鐵速度 所以就變成根本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那麼複雜 大家想得不好 不要那麼複雜 就順著強國元 提醒你那種小馬大幫忙 想清楚一下 這個租客 和業主之間是什麼關係 如果連這個都搞不清楚 你就被人充公身家 你都不知道 你自己傻丟 充公身家 我們剛才說到成哥設資 之前 就有評級機構說 香港和中國 所以要降級 所以要降級 香港的財政儲備 這麼健康的財政儲備 沒有理由降級 你明白為什麼 燒工這方面專家 因為未來的 因為未來的 一早我們說了 還有未來 如果是外國的投資者 看到這樣的情況 你猜他們會怎樣做 會撤資 簡單 降低風險 或者未進來投資 也會殺一殺 應該就是 他的投資方式肯定會改 他不會用以前那種 對英國佬對香港那種 長遠打算來計 就會變成什麼家科呢 就會跟第三世界落後國家一樣 略奪式的經濟參與 也就是說 他有幾塊可以撤資 就盡量用幾塊撤資來計 有幾賺到盡呢 就盡量賺到盡量來計 因為他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你今天拿不走 你不拿走 你自己傻丟 你放在那裡自己傻丟 這麼簡單 那就是說 香港的實體經濟 一定會首先受衝擊 會進一步受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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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講了割地這件事之後 今天的股市就大升 去到兩萬七 會升些什麼 我就想起 略奪式經濟 是可以短期刺激起股市 樓市 這一類的資產價格 是略奪式 是資籌的略奪 一旦不要 不要 走路了 掠跌沒有了 不能讓你掠跌 走了 一抽走 可能是一下子塌 看你以為是做什麼 怎樣做什麼 因為有些不是為了那件事的價值 來做投資 大家忘記了 上次我已經說過了 例如海航那樣大低 他根本不是自在買土地 不是自在那件事 是自在炒到他升值 按給銀行拿更大的錢 然後再炒其他東西 他預了不還 你看看他買土地的方式 他就槓桿園再槓桿 那種是恐怖 他不是用一種 穩健財政的方式去投地 不是正常的 這種就是略奪式 因為誠哥怎麼做生意 算得盡才算 他也是算是要還的 大哥 很抱手的誠哥做生意 反過來的海航 不需要這樣做 為什麼可以 完全不需要擔心任何 所謂的經濟下調壓力 他預了不還 亦都要預了很快不玩 其實很快不玩 就不敢說 玩都會死亡 總之他預了不還 不知道玩不玩 不知道玩得多久 他說你死 總之借了就借 炒就炒 洗就洗 所以他略奪式經濟 什麼叫略奪式經濟 就是他賺了順便後 還不還到 你的債權人士 即是銀行怕他 不是他怕銀行 那香港有沒有銀行 當然是中招 有沒有這麼承認自己中招 先前那些傢伙 什麼家伙沒有牛奶 牛奶公司 揮什麼 那些東西 爆了煲之後 大賣卡 即時被人炒 你自己想想 你沒得還 同樣道理 你說你是國企又如何 最後爆了股東架 什麼慈善基金會 不要玩 慈善基金會 你撐股票 慈善基金會 即是他當你的股民做善事 做善事是什麼意思 你不忘回報 你入股 你不忘回報 你不要想著有回報 你在做善事 他的文化 就是他這樣炒得盡 這麼愚昏 略結識經濟 香港 你的股票炒起來 什麼都炒起來 其實是中國化的 是中國化的經濟 你預了不還就可以了 這麼簡單 這個不敢說是中國化 真正傳統中國 是更信的 人義禮智信 不要再夠吵重彈 我們的中國文革中已經死了 對不起 現在是講中國文化 那群官那群建制講中國文化 我就跟你們講傳統中國文化 什麼叫人義禮智信 香港環保流那隻 無敬明文革那隻 過到現在這幾十年 這種叫做傳統中國文化 一早已經亡天下沒有了 現在真的是掠奪 等於土改式掠奪 你能夠最短時間掠奪到多少 你就掠奪到多少 沒有明天 不要說沒有明天 下一刻也沒有 總之不會打算玩 這麼簡單 什麼叫掠奪式經濟 就這麼看 那為什麼還要有人肯借呢 是因為那群人 都是掠奪的一部分 你去明白 銀行的錢怎麼來 那群傻佬傳給他那裡 先搞清楚 誰被掠奪 就想清楚 你不要以為銀行那群傻佬 那群傻佬 花紅代曬 就炒不炒 不是叫做吐出來 誰放錢在銀行 銀行的錢在哪裏 銀行把錢拿去借給人買樓 現在又把錢借給不知道什麼 去投地 以前就說 給本地的地產商投地 是穩陣的 現在呢 對不起 我也準備走了 隨時準備走了 這些銀行人 銀行一向都是下雨收傘 未來如果是這樣 他不是普通下雨收傘 這麼簡單 下雨收傘可能是 1997年 08年的時候下雨收傘 銀行保得住 如果香港的銀行 現在用這種 瘋狂樂劣的方式來整理自己 整理香港的話 香港的銀行體系隨時 一顆東西爆起來 不知道什麼事 只要有一間銀行出事 信心一爆 你會知道 傻了 銀行有保險基金的嘛 保險基金 銀行有這個 存款50萬全 存款基金的嘛 最多有50萬存款 是 補出基金的錢怎麼來的 不就有我們這些 不就有我們這些 有些人 講諸50萬在銀行 有些人不止有50萬在銀行 那你多放一個50萬在銀行 你找自己的笨 還有 50萬 你不要說50萬 你是個銀行體系 一旦爆發的時候 你會怎樣 已經不是 有沒有錢放銀行 那麼簡單 你是整個金融經濟 甚至社會都出現動作 所以難怪人家的評級機構 將你降級 無論你都不明白 不是想你死 而是說清楚你知 就是說 皇帝的新衣 又是沒有穿褲 你自己不相信 這個根源在哪裏呢 強國那裏來的嘛 那就是 心態問題 mentality 現在要跟他看齊 那又有一個很過癮的 近這20年來的一個 所謂民間智慧 一說這些 不會的 強國不會看著香港死的 死的時候一定會給夠錢 夠的 現在好像本來香港是不會有事 但發覺是 有某個強國就弄死香港 到時你說強國給來救 奇不奇怪些 這個邏輯 搞清楚 這個是叫賭果為因 現在 調轉了來說 強國當年之所以不停保住香港 因為香港是水泡 你不會想著水泡爆了 你會攬炒的 不過到他自身難保的時候 水泡更重要 還是他更重要 他當然是踩水泡在底的 明白嗎 所以變成你那些財政儲備也好 你的外匯儲備也好 你的國際金融也好 你有本事去外國拿 那麼多投資回來也好 你會擅長你 因為他就是想要這些 不是為了你好 搞清楚 問題就是 如果他自己 要優先保障自己的時候 就想想像 你老婆和媽媽 跌落水你救誰 不是 他自己跌落水和你跌落水 他救誰 救自己 借你做水泡踩你上去 水泡未被人踩到底 傻的 所以當年自己強國 如果不是很肯定的時候 他當然是保住你的水泡 因為你沉了他一定會死 現在他自己去泡泡盼 他死不死 我不知道 可能會死 反正是預了不還 當然是保住自己 你想清楚 我們香港怎麼自保 以前的傳統智慧是這樣的 剛才買樓最好 有買貴沒有買錯 就是這樣說的 現在 九七之後都沒有這支歌仔唱 現在還有很多人這樣說 然後有人這樣 人家的記憶和烏鷹差不多 不需要記憶的 對不住香港 只是看目前的 現在分分鐘這樣說 你不知道哪間銀行 借些什麼錢 給某某大紅色資本 搞地產 有存款在銀行那些怎麼辦 有什麼方法接觸 不是今時今日 銀行開始落雜放狗 那隻海航開始 人家已經說到 不知道資金來源 開始不借 另外一隻大的 沒有辦法是私企 首先為國犧牲 首先是大財主 前兩年都呼風喚雨 主義次女 回到A股 回到A股 他嫌香港的價值太低 市盈率只有20、20倍 上A股 把錢都調回來 準備上A股 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這位王老闆 被人前後襲擊 為什麼前後襲擊呢 A股上市計劃 叫停了 他說你炒房地產 我不歡迎你炒房地產 上不到A股 撤退不能撤 他在香港已經私有化 已經給了錢了 那怎麼辦 於是乎 上兩個星期 打算撫底抽身 把那些資產 幾百億的資產 一次過脫身 賣給另一個財主 融創 幾百億一次過脫身 我錢買給銀行 起碼我不會有事先 上不到事也不會死 原來那邊 又被人叫停 不買 不是不買那麼簡單 他想買 不過一聲說想買的時候 然後就下訂單 你不准完成交易 國內很過癮的一件事 就是 你要買要賣 你先問我爺 這件事跟香港的銀行玩法完全不同 香港的銀行 政府不能夠干預你的投資方向 買賣 娶你犯法 你在強國 融合強國 你就要融合這種文化 將來 你強國隨時說 你可以買 你可以不買 不過 他可以說 yes or no 就算你去做案件都好 你得罪了某某權貴的時候 他要銀行 最過癮的 你不知道他有沒有得罪才過癮 是你不肯知道 他知道就不會回去上A股 即是說你香港 整個金融的基本運作 那個遊戲 原本一個合理的遊戲規則 你已經沒有了一個自由市場 原本的遊戲規則沒有了 所以看著高鐵這件事 其實是什麼例外事件 他說共你就共你 這不是共產黨的 你以為你真的跟你講玩嗎 黃建林這次是大領落 大領落在什麼家庫 他把身家都給出來 私有化的東西 準備上A股 再撈多一倍的身家回來 現在不讓你上A股 好了 你脫身了 要還錢給銀行 要還錢給債權人 不如這樣 府邸抽商 買資產 接你資產的白武士 一樣被人落宅放狗 錢又不准給 發債融資又不行 那怎樣呢 買不成 那你就自己還錢給銀行 那你不准上A股 那怎樣呢 可否叫銀行不追債呢 這個就視乎阿爺 追又可以 不追又可以 那你一定拿頸就命貴地為主 到時就出最後一招 一樣跟高鐵一樣 到時就叫債轉股 你欠銀行錢 不用還債 你把股票過來 即是共貸了你身家 這次是共硬 我告訴你 萬達今次一定被人共硬 強國有一件事 整天都說戰略 什麼都說 我們什麼什麼戰略考慮 戰略眼光 我們用戰略的方式 去看鐵路 看高鐵 鐵路呢 不要說自古以來 由鐵路出現 工業革命時代出現以來 鐵路都是一個戰略的建設力 運兵 戰略物資 工業 工業生產 都牽涉到鋼鐵 煤 電力 鐵路 是一個高度 軍事和經濟戰略的一種建設力 高鐵今時今日 仍然是這樣 尤其是在強國底下的高鐵 真是一個戰略 他在香港 當時有些人說 方便隨時運兵下來 我當你不需要運兵了 出句聲音 打掛一次 你都要跪下 不用運兵那麼簡單 不用那麼簡單 他其實就是經濟戰略 財政戰略 整個香港的一個經濟金融的遊戲規則 整個顛覆下來 一下子 厲害 你看鐵路的能量是多厲害 鐵路能量是一樣東西 那一句又忘記了舊的故事 因為任何對於自由流通的事 對於中共來說 都是很忌諱的事 不要以為只是鐵路是這樣的 大家忘記了舊的故事 十年前開始 有沒有發覺 在中國內地 你是無法用天線的接收訊號 你必定是用固網 你必定是用機頂盒 你明白為甚麼嗎 他就是不准你有資訊自由 你任何大器電波播放的 都是極度忌諱 你只可以中央台 於是所有其他 所謂民間的電台 電視怎麼做呢 全部都行固網 全部都行光線 為什麼 他要撤就撤 是一次被突破了 就是法輪功的大帝 插了一個線 就這樣 現在全部都行線線 你不要以為這些是先進的表現 反過來想清楚 為甚麼一定要這樣做 就是因為他不容許 大器電波 自由廣播和接收 同樣道理 為甚麼集體運輸 一定會走鐵路 反過來你看美國很過癮 他有開空的 機場去機場 私家飛機 民間銀行公司任何處理 歐洲也是 唯獨中國不會 你不要以為天空會很擠迫 會很亂 傻了 別玩了 中國有多少飛機 人均算全世界最少 他都不會容許這件事 他說空管是隨時空管的 有一件事更加管得力就是 就是鐵路 鐵路是固定的 你走不掉的 你想由A城去B城 我不讓你飛 你怎能走路過去 就捉你鐵路 就是這麼簡單 想清楚思維有什麼加科 是一個固忘概念來的 香港的無線電視 是令香港的民間自由度大幅度增加 那些堂樓 自己 找一個天線師傅 讓他動之上去 可能都不明白那個象徵意義是什麼加科 所以其實不是始至今日 你想想上一次 王維基發牌被人釘牌那一刻 為什麼 為什麼一男子的決定 只要你說你不是CCTVB 他就釘你 他事先張揚 說我不做CCTVB 這個就真的不夠 所以提醒大家 根據中共的邏輯 其實高鐵那件事是預出一切的 任何可以自由浮動的東西 他都是不喜歡的 他一定要管得很硬 硬如一條鐵 現在呢 剛剛說的 什麼戰略 就是這些 我們真的要用 根據他的思維 你才明白 我們要根據他的思維 理解他的戰略思想 戰略思想就是要控制 就不要隨便說 這些就是假打哭 包括我們上來做嘉賓的一些年輕社運朋友 你們真的要很清楚 你們真的要熟讀中國傳統歷史 還要熟讀近度的黨史 你不要經常說我們要 什麼我們要香港史觀 世界史觀 這是另一回事 有香港史觀 世界史觀 沒問題是好事 不過你不能夠不了解你跟誰在周旋 沒錯啦 你不周旋你都要知道 你面對在你面前站著的那些東西是什麼東西 你完全不知道的時候 哇 傻啦 傻的 他什麼都不做你都可以死的 說起錢 現在大陸 有些懶先進 純粹是電子貨幣 上次不是說過這個話題 你這件事 是可以控制每一個人的經濟 當然啦 你有錢你都買不到 因為這個所謂貨幣的出現 同樣道理自由流通 給人有自由的嘛 我不用認住你是誰嘛 我認住這張錢 總之有個 英女王的餅印在那裡我就會受的嘛 我告訴你誰 你給錢就行了 你明白嗎 是一種自由例的 大家明白什麼一回事 是呀 反過來錢是沒有適應的 我給一元和他給一元是一樣的 自由來的嘛 你說什麼是先進電子貨幣 貨幣 好 先進好自由 想清楚先 你每個交易都一定找到你的 遠的不說 記不記得 香港其實出現的同樣情況 都已經沒有那麼複雜出現過 有很多次 警察破案 是加八達通的 是呀 想清楚八達通是什麼意思 你去到哪裏 坐什麼車 在哪裏買東西 你去到哪裏 你就已經 警方根本就有了這個數據 總之在犯案現場附近 入得閘的地方 就看著 這個人從哪裏上車 從哪裏下車 去哪裏 你想想發生什麼一回事 這個其實不是電子貨幣 那麼先進的一件事 你想想今天 電子貨幣 會發生什麼事 他說要用手機付款 做個APP就可以了 不用帶錢出街 這個是一種 更進一步的嚴密 就是說 如果你不聽話 我要釘死你 就算你銀行存款 足夠你買東西 養活自己 不能用手機啊 這個是可以中央的创村 你明明是不一樣的 銀子中了 中國的貨幣經濟是世界最先進的,宋朝已經有膠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紙幣的國家 所以中國傳統經濟,宋朝、明朝、民間經濟都很蓬勃,亦都相當自由,民間累積了相當的資產 現在這樣做是開歷史倒車的,中國政治專制,但民間經濟很多時候很自由 你們自己看,尤其是明朝後期的城市經濟,結果現在開歷史倒車 自由度連最專制的明朝你都比不上 你想想,清朝時山西的銀號,為什麼會有銀號? 就是方便你用銀,自由流通,方便買賣 所以民間經濟在清朝後期發達 現在中央統一所有經濟活動 你買一瓶汽水,到達高鐵,到達買樓,全部都經電子交易的時候 就像你說,一山製,有水都不能利用 你明白嗎?人間消失 這件事我想起,我們之前和呂王做過一些語言 聖經語言,啟示錄做很多語言,有一句話 裡面說大紅龍什麼什麼,邪惡,大紅龍 然後還有一句,末世沒有售的印記都不得做賣賣 你明白嗎? 你確認你的印記 這傢伙沒有被DQ可以做賣賣,不然買飯盒都不給你 售的印記任何人都數得出就是666 現在這個就不知道什麼了 試過彈升了一點點,689 不過不知道,現在是777,還不是666 又再飆升了,不過都是齊頭數 真的不知道,不過真的有些事情 你將它古代現代的某些事情 丟在一起,有點像 所以穿著附會一回事,覺得像一回事 說趣味應 真真正正正那個令人不安的就是那個共通性 共通性就是有人喜歡強控制 以及以一種經濟發展、技術進步的名義 讓你相信這件事是好事 讓你拱手相養你的自由 高鐵正的,可以刺激經濟的 這種電子交易的貨幣,全部不用用錢 都是正正的,先進的,領先世界的 如果大家還不覺得這個強控制 或者電子關機是多麼過癮的話 記不記得上一次習大大訪港 忽然之間,某個特別商號製造的飛行拍攝器 航拍那些 忽然之間全部倒閉了 什麼叫山際 你不要以為可以歡迎習大大飛到航拍 拍張相片說一下哈佬 不好意思,山際,全部grounds 即使他不充公你的私有財產 也不能夠使用你的財產 想清楚 香港最大的資產是土地和房屋 填海 或者現在有一條所謂港大教授 不如填水塘 填水塘 又有什麼意思呢 那樣子 十幾二十集之前都不停說同一件事 水塘是什麼意思呢 喝水 是你自主生存的必要物質條件 不是人,是所有生物 所有生物 你吃小口飯都可以熬幾天 你沒水喝兩天你就死了 一天你就死了 水就船灣淡水湖都不用了 阿教授 我問你 東江水泵下來香港 是不是需要有地方儲存 還是東江水直接搏入你家的水喉 如果是的話 你敢不敢喝水喉的水 你知不知東江水污染得多嚴重 所以根本就是同一道理 為什麼他一定要拿走你這些自我生存的能力呢 那就是 我和你說 強控制 他就是開中 你有能本事自己喝水 不用理他山高皇帝院 作井而飲 耕田而食 你可以不用理他 他就不高興了 那就是 你天天在他門口求他開水喉給你 他就很高興了 很乖 我想告訴你們 不要以為香港水塘 有了東江水水塘也不用了 我們之前說過很多次 中國是一個極端貧水的國家 就算東江 他隨時都會受到 這個東江水是珠江流域的東江 都很容易受到江巷的威脅 另外 他的源頭污染 我去過河原 源頭也是 源頭污染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另外 他因為工業人口 以及他的生活質素的提升 他沿河流域的用水量已經是嚴重地緊張 他隨時都沒有辦法供應香港食水的 那你是不是香港更加應該保留自己最珍貴的自然之間 就算你不自給自足 你也要保護 你以為當年英國人很傻嗎 大廢州把這個船灣淡水湖出來 還有環保人真的要罵 他們經常覺得自己環保就要補水塘 水塘不是為環保 水塘是為了有淡水可以喝去生存 不是普通環保讓你去行山 如果你要說環保的話 那些無知的環保人 說粗口罵你都沒有問題 権灣淡水湖是最不環保的一個建築工程 為甚麼在六十年代開始興建 到六百年建成期間 他是死很多魚 為甚麼他不是一個淡水生產 不是一個正常的水塘 他在海裡可以發出 他是一個海灣 是一個圍封的海灣 然後用水壩圍封海灣之後 抽乾裡面的水 海灣裡面的所有魚 其他蟹全部死光 所以當時是城海死魚的 而香港 付出這麼大的環境代價 換來的就是我們之後幾十年的食水安全 這個環保代價是要出的 不是說環保就天這麼大的 因為我們還要喝水 香港因為本身的經濟人口 地理的因素 我們需要用食水 去維持自身的安全 英國佬是一早想到的 所以這個環保代價我們 任何地方英國佬要蠟燭的話 你留意一下 博富林水塘何時開 為甚麼要開 就是因為他如果沒有食水的話 他不能長治久安 第一他們自己很清楚 是1960年代第一個水塘 水壩百多年來 到現在仍然用得很堅固 還有英國用的煤氣電力 全部這些公共事業私營化 為甚麼水的堅持持在政府手上呢 不會給私營化呢 不會像獅子狗山學會一樣 吃水要私營化 是愚蠢的 英國佬坐你也傻 愚蠢的 經常說為了經濟效益 所以要吃水才行 有些人真的不太明白 中共經常說槍桿子出天下 英國佬一早都知道 你以為大英帝國不是打回來的嗎 問題是人家打江山回來 就很清楚知道一件事 你不能夠沒有食水 很簡單 所以你想想 他六十年代 有些智慧 你看他六十年代 他之後一直建水塘 為甚麼我熟水塘 因為我真的 走過這麼多的交易 很多地方走過 因為我知道水塘 集水區 是一個高度戰略 以及香港的生存命脈 是英國佬持得很緊 他建完旋灣淡水壺還未夠 他再用維豐海灣的形式 建萬宜水庫 你想不到它這麼絕 海裡製成水塘 是啊 面積來說 船灣淡水壺比較大 但是深度 萬宜水庫更深 所以容量最大 你自己看萬宜水庫東霸 萬宜水庫西霸 也是維豐海灣出來的 為甚麼要 路斯洞中這樣去建 全部都是為了我們 香港有水飲 飲水 戰略思維 是啊 你百成東霸水 大量東霸水 你沒有了船灣淡水壺 你那些東霸水 在哪裏 有哪個大型的水庫 大型的水庫最接近北方 把東霸水水庫 把東霸水水庫 你連儲存東霸水水水庫都要製成田賣嗎 教授 人家不吃人間煙火可以 不能喝人間一滴水 你可以 我們不行 屎片都可以養人 至少要養這些教授 港大到底養什麼教授 我想問一下你這家百年老店 你是不是墮落到這個地步 我雖然是港大出生 校長就走路 校長就走路 校長都要喝水才有力去走 校長要喝水思源回老家 這樣也是 喝水思源回老家 香港連水源都沒有 香港經常說沒有政治人才 是固自然的 很基本的生存必需條件 大家都似乎沒有感覺 而且每個人都說要 國際限制 學英文英語水平 你學英文 對 你學英國人的東西 他小小的管治智慧 即使拿到0.001 你已經受用無窮 你怎麼可能 連水都可以不用喝 我再回覆一下 以前我已經評論過 所謂本土派衰什麼呢 本土派衰不讀書 拒絕讀書才麻煩 不懂書不重要 任何人都不懂 你一個人不會全身認識所有的東西 問題就是 你想想認識什麼 像阿養那樣 你就不要跟我說本土就是環保 不是環保那麼簡單 生存命脈連食水和天然資源 你有沒有想過這種戰略之源 是啊 之前我記得我們一直以來 講過郊野公園什麼的 我們一直強調 郊野公園不是為了建屋土地等等 他是沖住你 他最終一定沖住你的水塘 以及沖住你食水安全 那樣東西而來的 一定會掐死你食水 沒有我你不行 沒有我供水你不行 他就是要拿這件事 是很明顯他不說 但是你看到的 你的土地資源也是 我也不是跟你說 要搞什麼環保綠化 我從來都不是說這件事 是生存空間 生存空間 你所有的活動 你沒有生存空間 是不能夠存在的 還有為什麼他這麼急 要填什麼填什麼 拿土地交給公園 你們看看我們現在的 紅色資本 你剛剛蕭公說的 掠掠色買地 他要盡快 將那些不能 因為現有法例下 不能夠開闢的土地 變成可以買賣 表面上自由買賣 實質是可以供給他們 短期內大規模 自由掠奪的對象 莫哥說是不是短期內 那樣東西如果是非流通的商品 你怎麼掠奪呢 就是說禁區來的 風山風林 你不准拿土地來炒賣 沒有可以炒賣的 沒有就不能炒賣 所以你不能炒賣 就不能掠奪 其實英國人想清楚 為什麼要禁止你掠奪 當年英國人為什麼 搞公屋 搞居屋 搞這麼多 十年建屋計劃 就是為什麼 違反了自由經濟 來插手干預你的經濟 不是他想掠奪你 禁止你那些傢伙掠奪 那些是公有的 是政府手上的資源 沒錯 你不補地價 你不補洗資 拿人家高出街賣工 更加是政府資產 搞清楚這件事 當然英國人介入的市場 是確保你不可以掠奪 沒錯 OK 今年2017 77年是郊野公園條例 正式生效 40年 不要經常說郊野公園是環保行山 不是的 剛剛蕭公說了 他這件事 是避免過分掠奪 除了我們食水安全 需要郊野公園 保護水塘和集水區之外 這是避免 因為土地的問題 而受到過度掠奪 出現整個社會 經濟不穩 這才是關鍵 所以人家為什麼懂管治 就是這樣解釋 為什麼英國人的管治下 大家就是天下太平 你明白為什麼 他其實在禁止你這群人在掠奪 我們看到這幾年 他們一步一步加快 首先 高鐵 就說先用經濟做房子 然後 DQ你的私有產權 還有這個司法制 DQ你的司法主權和私有產權 然後郊野公園 他現在不動郊野公園 他用防協 研究郊野公園的邊垂土地 為什麼郊野公園要有邊垂土地呢 水塘是食水生存命脈 郊野公園是保護集水區和水塘 亦都是生存命脈 然後他就要邊垂土地 來保護家衛公園 你有沒有看到那些戰豪 中心發展的戰狼一層一層保護著香港 他現在就加速了 邊垂土地 家衛公園邊垂土地 正在香港的第二大儲水庫領域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喪心病狂 他不是喪心病狂 是你有計謀的 那就是喪心病狂 那他是不是喪心病狂 連心都沒有 有什麼可以喪 連量心都沒有 哪有得喪 如果沒有 對於他來說是戰略 戰略一件事 是那些教授更加無心 更加喪心 無心去喪 不會問他有沒有良心 沒有良心 寄生蟲一類的東西 我們不用研究他良心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他自己 出什麼糧 大家知道什麼 另外一個也是鋼鐵長城 保護了香港 有所謂文明社會 大家又不要忘記 漁出一切 就是我們的醫療系統 醫療系統英國設計 我們說了很多次 英國設計 跟水塘也好 跟鐵路也好 其實是同一件事 其實是維護你的社會生存的必要條件 英國去到每個殖民地 當然是建議院 所以香港的公共醫療系統 那麼高度發達 英國也有心令他那麼強 否則的話 你有什麼要動 你死掉了 沙士 大家清理清楚 都知道是什麼事 但是現在每天都在扣你 那些人工 又不給護士理 又不給床位 又不給床位 你搞到一會兒 你死人塌 然後大放缺詞 說因為你不夠醫生 因為你醫生 因為你醫生 事我保護 於是可以開放醫生進來 這是什麼意思 開放什麼醫生 他想到了 所以就是說 不要以為香港的 英國設計的防護系統 是鐵板一塊 全面飛成物質的東西 水你可以說是物質的東西 鐵路你可以說是物質的東西 香港的概念不是這個東西 郊野公園已經不只是物質那麼簡單的概念 沒有空間問題 醫療系統是同樣的 保護我們生存的安全 食水就要養命 醫療就要保命 是啊 所以你看英國的設計 其實是很有邏輯的 香港過去一百幾十年 風條雨順 怎樣都死不去 福地一塊就是這樣來的 他不是因為風水特別好 是精監世作底下 造成的一種社會條件 逐樣在這裡拆 想清楚發生什麼事 是魚出一切的 你剛剛說的 醫療和土地、郊野、食水等 我們看到整個思維 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命 以及你的經濟可以健康地發展 然後你現在看現在 他有一個 都是一條公式 就是 通過很差的 現在 近幾年 用過很差的土地政策 搞到你的地屋這麼貴 然後說不夠土地 我們就亂按填海 亂按交易工具 然後 醫療那裡 道道逼爆 就說不夠醫生、不夠護士 又是說不夠 全部是那些恥作勇 自己推倒你的原本健康 和行之有效的制度 然後就用這些藉口 來進一步蠶食你的社會 對 他不唱 所以你怎樣可以推翻 代價就是你們 我們一般香港市民的 生命財產 記住不要以為高鐵 我們會跟別人說同一樣的事情 概念很簡單 不是單一件事件 而我們是告訴大家 本土那群人最失敗的就是不讀書 不讀書到什麼地步 就像阿楊說的 一些戰略的思維都沒有 到底香港有什麼概念 你沒有對比 你不知道別人想做什麼 別人針對性的手段 你當是普通一件事 當是一個所謂議題來發揮 那就別傻了 別人有通盤塔 就算你沒有 環保也是 所謂環保人士 只是說那些 綠色的 現在人家說的是大戰略 不是跟你說一個 行山啊 環保啊 那些 英國人民提出的環保概念 它有戰略的 當然 是為這個大戰略服務的 也就是說它是為香港儲存戰略資源 當然它是環保的形式出現了 大家都接受不要緊 兩雙安無時 互不衝突 所以你不能夠佩服英國佬 高明在這件事 一箭雙雕 問題是大家不要拆件 逐件分開來看 通盤香港的一個局面 是通盤考慮的一個局面 你不只是一件事件那麼簡單 一個高鐵那麼簡單 你反過來背後的佈局 你明白嗎 你如果再看它那個 這個我們所謂的備規劃 大灣區 這些就是備規劃 你再把它看回高鐵 看回大灣區 你看回港珠澳 再看回東北發展 再看回成舊的所謂田 你看回港珠澳在哪 在大埔那裏 東北那塊地隔離那塊 所以強國元鬼拍後尾枕 爆了一句天璣 基本法裏面沒有說清楚 香港的界域在哪裏 背後意思是什麼 其實香港可以被吃掉的 有問題 不是啊 我是說它說這句話 是洩露國家戰略機密 是洩露國家機密 你們應該坐洗頭艇 我要國家安全利益 考慮它應該坐洗頭艇 有這麼有本事 就不會去那邊打工 傻的 所以變成它 鬼拍後尾枕是正常的 洩露了天璣 什麼加科呢 其實2047 目的是什麼加科 就是一國一制 一國一制是什麼意思 就是不想要香港 不想要香港主體本土存在 那現在做什麼加科 強國元一句話 基本法沒有寫的 就是這樣 有寫可以隨便解釋 沒有寫也可以 自己說 自己隨口說就可以了 沒有寫過就可以隨口說 所以看到有些本土的 即是所謂義士 不如這樣吧 九龍可以宣佈華占領香港 這些小炒小鬧意義不大 重點就是人家背後的戰略企圖 就是想吃你 大灣區一體化 珠江三國之後 世界上最強勁的經濟體 什麼叫最強勁的經濟體 在香港都不算到幾 就是等於融了香港 中港融口這一下 所以每一個步驟 都要用同樣的戰略出發 包括要拆你的醫療系統也好 要拆你的區域 要拆你的電路也好 要拆你的食水供應也好 要拆你的食水供應也好 漁出一次 還有醫療系統也一樣 就是醫生專業的醫生公會的權力大 在社會上的權力大 他通過這個 你不夠醫生 我引入多些其他地方的醫生 什麼地方來的醫生多 到時候醫生公會 只是來自某地方的醫生 佔多數的時候 你想一下 醫療系統的政治歸邊是怎樣 也是講政治的 記住了 大家今晚 我們經常發風也好 發露騷也好 不要以為只是 借題發揮港高鐵 不是 不是 是很嚴重的 中國的戰略 又有一句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什麼叫超限戰 明白嗎 如果當作戰爭 人家在打超限戰 你明不明白什麼意思 針對食水 針對通訊自由 針對行動自由 針對言論自由 讓招招拿命 想清楚 還有對香港還有心的 例如本土派也好 環保人士也好 我相信你們還有很多人有心 真的認真研究一下 看看香港到底是處於什麼戰略位置 以及你面對的是什麼對手 慢慢一定要去理解 千萬不要拒絕去理解 只是說我們要將中國歷史 放在世界的歷史格局來看 不只是這件事 今晚時間差不多 呂王又要請假 希望待會見他 下星期我們看看哪個嘉賓 好 應該會很精彩 稍等 拜拜